欢迎回来继续focus关注红人队要改名了 这是因为在美国2020先起的种族平权浪潮下 美国NFL最老的球队之一华盛顿红人队 14号开始放弃原来的红人队队名也放弃队灰 因为红人队它的英文名叫Red Skins 就直译就是红皮肤 长久以来被争议在歧视印第安人的肤色 球团的老板原来不愿意改名 因为更改之后 想当然所有的行销的品牌全部要重新制作 这个损失大概数百万美金跑不掉 但是它的赞助商一个一个施压 最后一根稻草是红人队的大金主联邦快递 它是高达60亿美金的长年赞助 也表态希望红人队改名之后 老板做出决定 新队名现在在想 那么比起产品重新制作的损失 如果失去赞助商的支持 直接的伤害立刻到来 招牌红金配色队服 球场上高挂红人队主场字样 1932年加入NFL美式足球联盟的 华盛顿红人队 却在这一波种族评选浪潮中 踩到红线而做出让步 主要原因是许多美国原住民人权团体 长期以来批评红人队名涉及种族歧视 红人队英文队名 Redskins执意是红皮肤 被认为是歧视印第安人肤色的字眼 官方推特宣布 从本月3号起对新对名进行评估 一旦有结果将尽快对外公布 球迷们虽然有些错愕 但普遍认为可以接受 甚至已经开始想该取什么名字才好呢 但对于死忠球迷而言 改名没这么简单 从全身穿戴到汽车引擎盖 贴满印第安人的对挥 偶像球队要更名 一路砸钱支持的坚持都是百费 一听到改名消息 粉丝从家乡维吉尼亚州 大老远开车到马里兰州 红人队主场 只为了再看到对挥一眼 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 遭警方押紧致死事件 引爆全美黑朝抗争 红人队因为用了印第安人对挥 也被贴上标签 面对外界批评声浪 球队老板史奈德始终坚持不改名 直到赞助商开始施压 在Nike百事可乐做出表态后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赞助大厂联邦快递 双方在1999年签下一份 长达27年价值60亿台币的合约 让红人队拥有在马里兰州 德欧佛主场的冠名权 金主施压才让红人队老板屈服 不过在这波浪潮中 唯独美国总统川普大力反对 他持续批评红人队改名是政治正确 球队选择让步 所有相关商品大洗牌 势必将付出庞大代价 但在黑潮压力之下 学者认为改名有其必要性 也鼓励各界一起跟进 不过改名浪潮不是所有球队都选择买单 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亚特兰大勇士队 12号宣布将不会改名 但球迷习惯印第安人的斧头跳战舞 作为庆祝方式 可能冒犯到原住民的问题 球队表示会持续进行沟通 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公立学校则宣布 将在月底开学前决议 是否将该校吉祥物印第安人头像给移除 看在行销学教授眼中 做出改变也是抓住重申的大好时机 改名的根本还是在于获得球迷支持和认同 在全美黑潮压力不断累积之下 球队选择与民众站在同一阵线 一起为种族平权做出改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